Cedia是什么 Cedia是一个iOS系统的第三方软体商店 提供越狱应用程式及额外的主题、插件、图示等 它是由J Frayman Soric开发 可以在越狱的iOS设备上安装 简单的说 Cedia和App Store一样是家线上UP软体商店 不过iPhone iPad要,揭币越狱后才能安装和进入Cedia商店 Cedia很多人称为第三方商店 或是通俗一点的地下商店 Cedia上面卖的软体都是在App Store无法上架 或是对系统进行修改的软体 一样有分付费和免费APP 所以越狱不等于盗版,Cedia也不等于盗版 为什么叫Cedia? Cedia这个名字是由Cedia Palmonella而来 是指寄生在苹果果实内的幼虫苹果肚蛾 带有讽刺苹果iOS系统的味道 在苹果公司的iOS设备上 Cedia是除了App Store外的另一个非苹果官方线上软体商店 Cedia的功能 当iPhone越狱成功后 在iOS设备主画面就会安装和出现Cedia软体图标 透过Cedia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体和补定 Cedia商店里的软体一样有分免费和付费两种 使用者除了可以在上面购买和下载软体外 同时还提供备份SHSH、删除和管理档案等多种功能 如何安装Cedia商店? 要安装Cedia,您需要先将您的iOS设备越狱 越狱是一种在iOS设备上消除限制的过程 使您可以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式和修改系统设置 越狱的方法会随着iOS版本和设备而有所不同 通常需要使用第三方工具和辅助软体 在越狱之后,您可以使用Cedia Impactor工具将Cedia安装到您的设备上 常用的越狱工具 常用的iPhone越狱工具包括 Polero EN、NC0VR、Chakra EN、Electra、Odyssey、Chimera HedgeBreak、Pango P061、Inverse 0N、Absency、Reson 0W和Puinity 2等 这些工具都需要使用电脑并配合特定的辅助软体才能运作 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并遵从操作步骤 Cedia和App Store有何不同? 1.Cedia是第三方软体商店 而App Store是苹果官方软体商店 2.Cedia提供的软体没有经过苹果的审核 而App Store的软体都经过了苹果的审核 3.Cedia的软体可以自由修改和重新签名 而App Store的软体不能进行这些操作 4.Cedia提供的软体是为越狱的iOS设备而设 而App Store的软体是为正常的iOS设备而设 5.Cedia提供的软体可能有些功能和App Store重复 但更多的是没有在App Store上找到的功能 6.Cedia是在越狱的iOS设备上才能安装 而App Store是在正常的iOS设备上能安装 7.Cedia的软体可能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需要付费 而App Store的软体大部分都是付费的 iPhone越狱的未来发展 越狱iPhone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受到 苹果不断升级iOS系统的影响 随着iOS系统的升级 苹果会更新系统的安全性和防护措施 这可能会使越狱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苹果也会不断改进App Store 并提供更多的功能和应用程式 这可能会使用户对越狱的需求降低 另外苹果也会在新版本中释出一些限制 使得旧版本的越狱工具无法使用 例如checkbar exploit在iOS14.5之后就无法使用了 也会影响到越狱的普及程度 目前越狱iPhone依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狱iPhone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然而越狱iPhone社群仍然有很多活跃的开发者 他们会不断研究新的漏洞和技术 希望能够继续越狱新版本的iOS 因此越狱iPhone的未来发展仍然是未知数 可能会受到苹果和社群开发者的影响